材料清搭,鸡蛋小点的四个,美好火腿长两根,112克,油少取,用剪刀将火腿长一头接口处剪开,留一点不剪断,顺着撕下取出,竖着切成两条,切灭朝下,再从上至下切成两条,上端留一厘米不剪断,弯成新型,下端连接处斜切一点边角,使鸡对称,熟图用杨线固定,平底多刷薄薄一刹 放进新型胚,将鸡蛋打进去,有可能鸡蛋会滑离中心,就是用筷子挡住,不让鸡蛋滑走,开小火慢煎,很快就会凝固,继续煎几分钟至八层熟,如果喜欢煎蛋熟透,可以扫紧水盖上锅盖二三至四分钟,但会少了蛋黄的光泽,但是有点点溢出不影响,好看吧,小贴式鸡蛋蛋壳约三十几克一个, 四川,美好火腿长是五十六克一根,平底多只能刷一层油,不是鸡油多,开心煎蛋,一开始就用小火,火腿长冲冰箱取出,需要室内回温边软点好板去不易断,做法是没有单独的 感谢观看